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枚湖北省造光绪元宝的特大龙这个版别 湖北省造光绪元宝特大龙也是属于八瓣花系列的这一个版别 这一枚它的背面就是配的是一条特大龙 先看一下它正面的这一个面文特征 它这个北字是一个低北 而这一枚八瓣花它是一个高北 这个是区别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北字跟珠圈的距离 还有这个序这一枚就是短玉序 这一枚就是长玉序 长玉序当中它这个花心这里又分阳点跟阴点 而这一枚磨损的比较严重 所以这枚是看不到了 这枚是比较明显 这个是一个阴点 但是短玉序是没有阴点跟阳点之分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后面 它后面这边是一条特大龙 这边就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大龙在这个位置是没有云的 而这枚钱币它是有云朵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条龙把它当成特大龙来买了 这枚才是特大龙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英文字母是比较小的 这个龙占了这个钱币的很大一个面积 这一枚呢它是没有那么大是很明显可以区分的 湖北省造光续元宝 低北长玉序 特大龙是属于9级币 如果它是短玉序高北配的特大龙是一枚6级币 大家要注意了 短玉序比较好区分就是这个序字这里 这枚跟这枚是不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是短玉序 这个是长玉序 也就是说这个序字是短玉序 如果这枚换成短玉序 背面配的是一条特大龙 那么就是一枚6级币 这个北字如果大家不会分高北低北的话 咱们就看这个光续元宝这个序字 这个玉就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出来了 这一条特大龙是短玉序的